再把镜头转到屏东县 在县市长选前十天 民进党籍的现任县长曹启宏 跟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 周典论隔空交战 每天都抛出新的议题 活药味十足 走进传统市场 出身沿海乡镇的曹启宏 来到恒春半岛 要巩固他最有把握的平南票仓 对手周典论则是选择 在最多中间选民的屏东市 腰杆子弯到最低 诚恳拜托次票 两名候选人一南一北 拜票行程刻不容缓 但双方交锋也是一刻没停过 两任副议长和现任议长的资历 让周典论网罗不少民众的心声 针对曹启宏的施政 尤其是日前重创屏东的八八风灾 周典论每天识问曹启宏 攻势不断 所有的后续 就是说灾后应该要做的事情 这一项工作 你有怎么按部就班 去做这个工作我们看不到 已经几个月了 也有宅民 一直在厅城 甚至在空间 我们的财区 整个乡亲的民怨 非常的亲 虽然曹启宏的故乡八八风灾时 确实成为重灾区 不过人称曹老师的他 对生态和治水 有自己的见解和理念 在地方也有固定的追随者 这场民进党在屏东十多年的执政经验 曹启宏除了打正机牌 还希望和对手来场辩论会正面对决 邀对方来公开辩论 是希望台湾的选举 希望走进公民社会 大家对公共议题 两个候选人的想法 逻辑 以及他要用什么方法步骤来实现 这个才是提升台湾社会的最主要目的 四年前的现场选举 蓝绿其实实力相当 这回曹启宏有政绩作顿 周典论有议会支持 谁端的牛肉好 可能还是左右关键票的重点 记得王约村蔡明校 孟昭全 屏东报导